4岁烫伤男孩收拾万善款,妈妈劝爱新人士别捐了,自己要负起责任。 4岁烫伤男孩收拾万善款,妈妈劝爱新人士别捐了,自己要负起责任。 疗程晚报。2018年5月31日17点22分14秒。 日前,杭州一名4岁男孩不小心做到开水桶里,全身65%烫伤,治疗费要15万元。 说起当时的情况,南海母亲张婷称,租的房子太小了,桶就在角落里,她穿的拖鞋大,一边看我一边走,就坐在桶里了。 2天内,多名好心人捐款超过10万元。好心人金先生说,自己过来就是想来帮帮她。 对于好心人的帮忙,南海母亲在感动之余,说出了这样一番话。 目前捐款已经有10万左右了,医生让准备的15至20万医疗费,前期已经够了。 感谢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忙,不能老实靠好心人的帮忙,我们年轻健全,我就想自己肯定要背一点债,自己要想办法负起这个责任。 目前孩子仍未脱离危险期,接下来两周如果能度过休克,感染就能转出重症监护室。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这名男孩早日康复吧!网友声音。 at 雪梨 baby,愿你们被世界温柔相待。 at 等 L O V E Mency,这位妈妈真的很善良,社会的好心人肯定能帮你就帮你。 at 希望男孩早点康复。 at 夜雨晴,希望孩子能好起来。at 留奶奶蜂蜜小扑,这样的家长肯定很多人想帮助她。 at 只能,best are,善良的人应该被善待。加油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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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